当我和玩单载的表弟一起玩迷你 嗯 看表弟 这里是天使和恶魔跑酷 选天使五滴险 选恶魔百万险 作为东道主 我就让你先选吧 反正我的也要难言 了解 你又把牛皮吹上天了 我用得着你亮吗 不过天使和恶魔 作为一个卖恩 当然是选恶魔 有耗不尽的生命值 听起来就让玩家们毛骨悚然 简直是一个帅气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天使虽然只有五滴险 但这才是正派角色的考验 看我这就过给你看 我看这天使路是通往西天的道路 还差不多 你看我北万写过这地狱路 简直一点压力都没有 第一关给我增增桑拿 第二关给我暗暗脚底 看来都不需要展现我的跑酷技术 有没有为自己的选择后悔了呀 既然是自己选的路 哭着也要走啊 下面都是炸药桶 我们就一边跳跃一边跑着过 勇往之前冲啊 接下来第二关是仙人掌 对我来说早已经是轻车熟路了 看我呀更不需要按之前行过去 接下来第二关是仙人掌 对我来说早已经是轻车熟路了 果然打脸是你的代名词呀 再来得也太快了吧 哈哈 你这个臭表弟 光剧成表姐的挖苦是吧 我都使我应该要胃压嘴处理 出来出来 老师来语 接下来是戴正水中食人鱼 看来要成为拯救世界的天使 还只是一点都不容易呀 一的确你当然玩不过我啦 你看我过着激光阵和地磁阵 简直不要太easy 要我说 有时候恶魔也不比天使坏 天使会为了拯救全世界而放弃一个人 但恶魔会为了一个人毁灭全世界 小伙伴们你们觉得呢 你少再能误导小伙伴啦 习不压正 这可是亘古不厌的真理 天使路上的激光阵也并不困难 第一次阵 我们也只是要走在未被触发的地磁板山就OK啦 不错吗 看来你还是有两下子的 不过现在开始我可不会放海了喔 一往直前 冲 本座来眼 看来我也要加把精彩小 过家的朋友们 你们准备好学习了吗 上课了喔 大摆锤还想让我out 各位请看好我的操作 再来 干什么啊 嗨嗨 这关有bug 这任魔摆锤是在针对我吧 看我用操能力一技自胜 不得不说这颗镜后简直是非一般的感觉 这下表姐怕是连我车尾灯都看不着 不是 什么玩意从我眼前飞过去了 这小表弟一天天的不学好镜开挂出了是吧 臭表弟 你这也太明目张胆了吧 在我眼皮底下开挂 哎呀 我一喊表姐说了 和你跑酷不仅要低放这点 还要有挂用挂 不挂买挂 不然我只定赢不了 大不了我后面不用还不行吗 我看你帅子放屁低声下气 不过作为天使我就勉强原谅你 这里是拼手速关卡 不管后面是什么关 其实先到终点算是羊 怎么样 我跟我一起吧 嘿嘿 这下咱们的交量才真正开始 这小子跑那么快干啥呢 来了老弟 嗨嗨 你耍赖 怎么了你又开习挂来了 那表姐没和你说过 并不应战这个道理吗 看来银行表姐教你的东西 你只学到一半呀 再见了兄弟再见 没想到你这么快追上来 不过我手里可是要跑酷神奇高速 过去终点就一秒的事 嘿嘿 不啊 人不行别管路不平 开挂也是一种技术 最后赢的人是我就行了 菜 就多练 呜呜 文青也要被欺负啊 下次一定要跑一个纯净版的图才行 再继续